正月十二日,我们从亚哈瓦河边启行,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在那里住了三日 第四日,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 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默的手中 同着他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萨 还有利未人耶稣亚的儿子约萨巴和宾内的儿子罗亚迪 当时都点了数目,按着份量写在册上 从鲁道之地归回的人向以色列的神献凡祭 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牛十二只,公绵羊九十六只 绵羊膏七十七只,又献公山羊十二只作为赎罪祭 这都是向耶和华横献的 他们将王的御旨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河西的省长 他们就帮助百姓有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肩负使命靠主前行 今天在我们中间正道的是五五星弟兄 我们有请五五星弟兄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在最近几次的传唤当中 警察多次劝我搬家离开大面镇 离开龙泉疫区 那些职位更高的就劝我离开成都 离开四川 口头向我声明 成都人民不欢迎我 四川人民不欢迎我 并且多次提醒我可以选择移民去美国 以此表明中国人民不欢迎我 在129之后 我们一家从五丁路被逼搬家 神带领我们搬到当时所谓的重灾区 电子科大东二院 稀奇的是不幸祖的房东 竟然顶住来自社区派局所的压力 坚持不提前解除住房租赁合约 在合约要到期的那段时间 我们一家为要搬到哪里 向神祷告寻求 也按照当时的各种可能去寻找合适的住房 这样我们去过温江飞夷博览园 我们去过武侯大道 去看过百岳城 但在这几个地方 我们都看不到神明显的带领 直到有一天晚上 我做了一个梦 在这个梦里 有一个姊妹对我说 她要从现在的住处搬走 将她所住的那一套房 让给我们一家住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在梦中就跪下来 流着眼泪向神献上感恩 后来我将这个梦分享给同工们 不久之后 事情就按照这个梦成就了 若是按照我的意思 最不愿意去的地方 就是龙泉一区大面镇 因为听说那里的警察最凶 但是神却偏偏将我们一家 带到龙泉一区现代花园 从去年三月直到如今 我们仍然在神的看顾之下 在那里安稳居住 前段时间遭遇的是停电 停气 停水 所眼被封堵 最近这段时间 汽车轮胎被人为放弃 冲击之后又被扎破 扎破以后又去换胎 换胎以后又被扎破 前后有五次之多 这个周二 我们外出回来 发现所眼第二次被浇水封堵 周五又发现所眼第三次被封堵 虽然遭遇这些难处 但我们相信 既然是神带领我们一家搬到这里 他就会亲自为我们征战 虽然我们不知道会住在这里到什么时候 但肯定的事不是按照警察的时候 也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时候 乃是等到神带领我们离开的时候 感谢神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与颂赞归给他 阿们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你既然在索罗巴伯和以色拉的时代 引领你的百姓 一次又一次从被掳之地归回应许之地 使我们知道唯独你是信实的神 你所应许的必定成就 如今你恩待我们 如同你恩待那些被掳的以色列人一样 你将我们从这淫乱败坏的世代中分别出来 成为你圣洁的子民 是你将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带到这座城市 带到这间教会 你亲自看顾我们每一个人 你不仅看顾我们的衣食住行 更是看顾我们灵魂的需要 我们相信我们的一生都在你的恩手当中 我们唯有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求你将今天分别为圣 使我们能够放下属世的一切 单单来到你面前敬拜你 求圣灵掌管我们的心 使我们一同能够谦卑在你的面前 聆听你的话语 求你赐福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 与你的众儿女们同在 我们如此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祈求 阿们 阿们 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 肩负使命 靠主前行 要传讲的信息有两个要点 第一 第一个要点是肩负使命 第二个要点是靠主前行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肩负使命 从以色拉纪第七章开始到第八章结束 我们看到波士王亚达薛西赋予既是文士 又是既是的以色拉特殊使命 这些特殊使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个使命是率众归回 如同经文八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上所记载 正月十二日 我们从亚哈瓦河河边起行 要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神的手保佑我们 救我们脱离仇敌和路上埋伏之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请同工翻到PPT的第一页 我们看到索罗巴布是在公元前536年归回 经过二十年 终于在公元前516年完成圣殿的重建工程 公元四百五十八年 也就是在圣殿完工之后五十八年 以色拉在波士王亚达薛西在位第七年归回 这是第二次大规模的回归 与第一次回归前后相隔七十八年 请同工翻到第二页 我们看到整卷以色拉记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一到六章 第二部分是七到十章 率领第一次归回的领袖索罗巴布 是大卫王族的后裔 他的使命是为要重建圣殿 带领第二次归回的领袖以色拉 是亚伦祭司的后裔 他的使命是为要重整以色列人的信仰 请同工翻到第三页 我们看到这张地图上 上面蓝色那条线 是索罗巴布第一次率领五万人归回的路线 下面的红色线是以色拉第二次 带领约五千人的回归路线 以色拉从亚达薛西王那里得到狱子之后 动身前往亚哈瓦河边 并遭聚众百姓 当他发现立位人不在其中之时 就于三日后委派领袖们去亿多那里 邀请立位人一同回归耶路撒冷 当立位人来到的时候 以色拉就宣告禁食 然后将金银器皿赎典 分派给十二个祭司长和十二个立位人首领 当这一切事物办妥之后 他们就启程前往圣城耶路撒冷 请同工翻到第四页 以色拉与众百姓从亚哈瓦河边起行的时候 正是犹太历正月十二日 我们从这张犹太连历中看到 那时春雨将近结束 接下来六个月是旱季 这样的天气可以使他们在漫长的旅途之中 避免风雨的静息 他们沿右发拉底河百上 在马里转往西行 直达塔德木尔 然后往西南经大马士革 进入以色列境内 全程一千五百公里 返回的兰丁将近一千八百人 包括家属约有五千 每天平均行路要有十四公里 路途虽然危险 众人在以色拉的带领之下 经过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安全抵达耶路撒冷 以色拉的第二个使命是运送财物 如数交接 八章三十二节下到三十四节记载 在那里住了三日 第四日 在我们神的殿里把金银和器皿都称了 交在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魏的手中 同着他有菲利哈的儿子伊利亚撒 还有利魏人耶稣亚的儿子约 萨巴和兵内的儿子挪亚底 当时都点了树木 按着分量写在册上 差不多一千五百公里漫长的旅途 在轻描淡写中掠过 封城普普劳累的人群 在抵达耶路撒冷之后 安顿休歇三天 第四天他们就来到圣殿 将带回属于圣殿的金银器皿 数点交给圣殿掌管财物的祭司 当时有祭司乌利亚的儿子米利魏 为首来接收从巴比伦带回的金银器皿 这位负责接收金银器皿的祭司米利魏 是乌利亚的儿子 乌利亚又是哈哥斯的儿子 在以色拉基二章六十一节这里 我们看到祭司中有哈巴亚的子孙 哈哥斯的子孙 巴西来的子孙 因为他们的先祖取了激烈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三家的人在祖谱之中寻查自己的谱系 却寻不着 因此算为不洁 不准供祭司的职任 但是在大约八十年之后 哈哥斯的子孙米利魏已经正式成为祭司 在圣殿管理财务事宜 负责接受以色拉从巴比伦带回来的金银器皿 并且在十四年之后又参与 离西米在耶路撒冷城墙的重建工程 他们在耶路撒冷的祭司们面前 趁好了金银器皿之后 按数移交 清点的数量与出发前数点的数量完全一致 并且他们将清点的数量再次登记入册 一来可以回报亚达薛西王 使波士王知道 以色拉已经完成运送金银器皿的使命 二来可以作为圣殿管理财务的祭司 用来核对库存的依据 我们请同工翻到PPT第五页 从这张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时代的金碗是怎样的形状 每个碗重0.425公斤 价值约为现金的人民币15万 我们请同工翻到第六页 在八章26节到27节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从巴比伦带回的金银器皿的数量 如下 银子重650他年得相当于22吨 银器重100他年得相当于3.4吨 金子重100他年得相当于3.4吨 今晚20个重1000达利克 约8.5公斤 另有上等光铜的器皿两个 宝贵如今 因为圣经没有记载数量重量 无法得知其价值 我按照今天市场上的黄金白银的价值 按照银子每克价值五元 黄金每克价值人民币350元 这样折算下来 以色拉从巴比伦带回的金银器皿 总价值约为人民币13亿 以色拉有从神而来的智慧 他将所有官服经营的事都公开进行 这样大家都知道他是多么谨慎地执行 亚达学习王的旨意 以色拉各个支派的首领 祭司 立位人 参与其中 不是为了靠王的慷慨赚取钱财 也防止百姓对他们提出谋取私利的不识指控 这样谨慎地轻点 也防止同行的人中有人起意要窃取经营 每个人都知道旅程结束之后还会查队 看看是否有差错 他们称量和查点每一件物品都格外用心 这些举措都表明负责掌管经营器皿的以色拉和重计私利为人的中心 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个人私利 也不是为了得王的奖赏 他们是在服侍他们所信靠的神 在圣殿交接经营器皿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色拉特别记载 另外有菲尼哈的儿子伊利亚撒 立位人耶稣亚的儿子约撒拔和兵类的儿子 罗亚迪等三位祭司立位人在场 这是因为从巴比伦带回的经营器皿极其丰厚 为了确保日后不被人怀疑 无论交接的哪一方 都应该派出至少两名以上的证人在场 紧确称量当面交接 记录成策 所有这些举措都显明以色拉为人处事的谨慎小心 我们现在看以色拉的第三个使命是奉命献祭 八章三十五节说到 从贝鲁之地归回的以色列人向 人向以色列的神献凡祭 就是为以色列众人献公留十二支 公绵羊九十六支 绵羊高七十七支 又献公三羊十二支做赎罪祭 这都是向耶和华浑献的 根据以色拉记七章十七节 所记载波士王的预令 所以你们当用这金银 急速买公牛 公绵羊 绵羊膏和铜线的数据 奠记之物 现在耶路撒冷你们神殿的坛上 百姓抵达耶路撒冷之后 就用王所挣的钱财购买寄生 供以色列十二支派向神献祭 献凡祭和献赎罪祭之用 摩西关于凡祭的条例 记在《立位记》一章一到九节 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 对他说 你小于以色列人 你们中间若有人献贡物给耶和华 要从流群羊群中献牲畜为贡物 他的贡物若以流为凡祭 就要在会幕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 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月纳 他要按手在凡祭生的头上 凡祭便蒙月纳 为他赎罪 他要在耶和华面前窄公牛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奉上雪 把雪洒在废幕门口 坛的周围 那人要剥去凡祭生的皮 把凡祭生切成筷子 祭司亚伦的子孙要把火放在坛上 把财摆在火上 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把肉块和头并枝油摆在坛上 火的柴上 但凡祭的脏腑与腿要用水洗 祭司就要把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凡祭 献与耶和华为新香的火祭 关于献祭的数量 民宿记七章八十七节记载 做凡祭的共有公牛十二支 公羊十二支 一岁的公羊高十二支 并同献的数祭 做赎罪祭的公三羊十二支 这里除了公牛和公三羊的数量 与民宿记七章所记载的一样以外 以色拉另外奉献的公绵羊九十六支 绵羊高七十七支 数量远超过民宿记所记载的数量 这多出来的祭物是作为平安祭献给神的 献凡祭的时候 所有祭物都要烧掉 象征完全献给神 献赎罪祭是为了求罪得赦免 每一个回归者都需要接受 从神而来的赦罪之恩 成为圣洁 百姓在献祭的仪式上得到洁净 就得以在圣殿中以敬拜上帝为乐 八章三十五节告诉我们 以色拉的确按照王所吩咐的献祭 由此以色拉忠实地履行了献祭的使命 从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 短短的三节经文使用了五次我们这个字 到了三十五节突然将我们改成了 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 这种称谓的改变是为了凸显这些献祭之人的身份 他们不是普通的以色列人 乃是从被奴役的国家回到应许之地 神的子民 另外在以色拉纪第八章 对神的称谓也从八次我们神这个字改为以色列的神 这种对神称呼的改变 着重在强调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人 献祭的对象是以色列的神 是十二个支派的神 这也解释为何祭物的数量大多数是十二和十二的倍数 从献祭的目的来看 归回者的首要任务是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罪 并将自己奉献给神 从而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 那是发自内心深处想要敬拜神的渴望 他们参与献祭仪式并不是为了取悦波斯王 虽然这一切都是按照波斯王的预知 虽然遵照神在摩西律法中的命令非常重要 但是与一个人生平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圣殿 敬拜时那种激动相比 遵照御令而行的想法就显得不再重要 我们再来看以色拉的第四个使命是全传达玉子 八章三十六节记载 他们将王的玉子交给王所派的总督与和西的省长 他们就帮助百姓 又供给神殿里所需用的 履行对神的义务之后 以色拉将亚大歇西王的那份玉子交给总督和省长 其目的是今后将来要得到当地波斯官员的资助 未来圣殿所需用的物资都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供应 各地的府库内储存着麦子、酒、油、盐等主要物品 并且收到此诏书的官员可以调用这些物资 以满足圣殿献祭的需要 我们看到当波斯官员收到玉子之后 他们忠实地执行亚大学习王的命令 帮助以色列百姓 并且提供圣殿献祭所需用的一切 到这里我们总结以色拉肩负的四个使命 率众归回、运送财物、奉命献祭以及传达玉子 我们看到以色拉忠实地履行亚大学习王托付给他的四个使命 这是一个特殊时期 特殊人物才会有的特殊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终其一生 也许不会承担即使是其中的一个使命 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从神那里领受普遍的使命 第一是对类彼此相爱 这爱是新约圣徒的标记 第二是对外传扬福音 是万民做主的门徒 除了这样普遍的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也从神那里领受特别的使命 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特别的心意而带领 每一位丘与圣约教会的会友 我们当知道我们不是靠着自己信主 我们也不是靠着自己来到这间教会 特别是在这逼迫的日子当中 是神使我们能够继续维生在这间教会 他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在其中 我们也当知道我们在这间教会的个人使命 是全时间服侍的工人 还是做带子的长老 执事小组长 或者维生在师班 祷告小组 接待小组 爱宴小组 上访着团契 老年团契等等方式来服侍这间教会 并且在这里践行神在你身上的使命 在张伯利牧师访谈 林路姊妹这个节目当中 邱与麦利的作者 林路姊妹讲了一段话 给我很深的印象 他说从他自己信主 到带领蒋荣师母信主 再到王一牧师信主 之后成立秋雨之福团契 一个环节接着另外一个环节 回想起来非常的奇妙 最后发现是神的手在安排所有的环节 林路姊妹还讲了一个生动的比喻 来描述他写秋雨 麦利这本书的过程 他说书中提到的每一位弟兄姊妹 就像一把扇子上的一根根扇骨 是圣灵用爱将众人连接在一起 林路姊妹的责任是将每一根扇子上的扇骨找到 采访他们 然后合成秋雨麦利这本书 这是每个个体生命的见证 也是这间教会整体生命的见证 我们已经讲完第一点 肩负使命 现在来讲第二点 靠主前行 对照第一个使命率众归回 我们看到从贝鲁之地 巴比伦归回的五千男女 经历将近四个月 跋涉一千五百公里 路途虽然危险艰难 然而圣经并没有对这一段漫长的旅程 有太多的记载 只是简单记载 这是神的手保佑他们 救他们脱离仇敌和路上 埋伏之人的手 正是神的手保守他们 使得人和经营器皿都平安抵达耶路撒冷 听上去不足挂齿的一个平安旅程 一群毫无自慰能力的以色列人 每天都暴露在危险凶恶之中 这正是神大人保守的名证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就是他们生命中所经历的一个极大的神迹 在这里 神的手与人的手显出强烈的对比 第七章六节九节二十八节 第八章十八节二十三节二十二节三十一节 共有六处记载神施恩大人的手 如何在波斯王立位人面前帮助以色拉 故此作者在选用词语的时候 刻意与人的手进行区别 人的手与神的手 这两个希伯来文本来是相通的 都可以用在人与神的身上 不过在这里显出作者 特意将神施恩大人的手 与仇敌埋伏之人的手区别开来 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以色拉将他们平安的从巴比伦 抵达耶路撒冷完全归功于神的保守 不管以色拉有怎样的智慧 同行的人当中有多少的勇士 若没有神的看顾 我们不知道这样一笔巨额的金银器民会不会被半路抢夺 负责运送的祭司立位人会不会因此被强盗杀害 在八章二十三节那里记载说 我们进食祈求我们的神 祂就应允了我们 那时候神的应允还只是话语上的应允 或者是以色拉语众人透过进食祷告 心里平安 知道神会保守人和器皿的安全 直到他们平安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候 神的应允才完全的应念在他们身上 若是以色拉求亚大歇西王差派军队附送 他和同行的众人就没有必要进食祷告 也不用分派十二个祭司和立位首领 看管经营器民 一路上也不用提心吊胆 他们就可以平安抵达耶路撒冷 但是那样做就无法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和大人的保守 他们就失去一次经历神的机会 也失去一次在外邦君王面前 见证神作为的机会 因为以色拉曾经在亚大学西王面前说过 我们神施恩的手必帮助一切寻求他的 但他的能力与愤怒必攻击一切离弃他的 今天我们每一个邱与圣约教会的弟兄姊妹都深处不同程度的逼迫当中 有人遭遇囚禁 有人被长期监视 有人被传唤 有住宅被停电 有的弟兄姊妹被逼搬家 也有人是因为邱与的会友失去工作 等等这些都在显明我们是在真实的经历逼迫 若是我们靠主的恩典 持守我们的信仰 肩负使命 靠主前行 总有一天 当逼迫过去的时候 盼望我们每一位邱与的弟兄姊妹 都会感恩自己所经历的这一切 都会彼此见证这一切都是神施恩的手在保守看顾我们 对照以色拉的第二个使命运送财物如数交接 我们看到神的恩典 使得经营器皿的交接没有差错 确保奉献的钱财交给了圣殿负责财物的祭司 并被用来维修圣殿和日上的运作 是神保守人的心 使每一个参与运送经营器皿的人 能够忠心完成使命 所有从被读归回的人 是回应神的呼召 甘愿离开 环华的巴比伦 放弃已经建立的事业 以及离开优越的生活环境 回到以色列 他们只是为了要服侍神 若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他们不会筹算 回到耶路撒冷去赚取更多的钱财 也不会起意窃取他们负责运送的经营器 如同我们的王仪牧师夫妇 他们为了服侍神 双双辞去高薪的工作 全职牧养教会 我们的仇敌在129教案之后 诬陷我们的牧师 从教会赚取了上千万的钱财 我不相信我们的牧师 牧养教会是为了钱财 若是为了钱财 他们夫妇完全有能力 在这个世界上赚取 比他们的兴奉高得多的收入 直到有一天 在派出所的审讯室里面 一位市局的专案人员告诉我 他以前是专门负责调查教会的资金来源和去向 我询问他 教会的钱财有没有流向个人的丈夫 他肯定的说没有 是他们自己证实了王仪牧师的清白 如今撒旦又用同样的计谋来离间我们 诬陷我们的同工 说我们服侍教会不是因为信仰 而是为了赚取钱财 结果真的有人相信这样的谣言 并且传播这样的谣言 这实在是令人心痛 若有人是因为在世界上找不到好的工作 妄图进入教会来谋取一份财事 我们应当谨慎教会里面是否有这样的人 他们不是牧羊人 而是故宫 是为了公嫁而来 当生命遭受危险的时候 故宫就会丢弃群羊逃走 约翰福音十章的十二到十三节这样描述故宫 若是故宫不是牧人 羊也不是他自己的 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 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 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免羊 盼望我们当中没有这样的人 当逼迫越来越重的时候 故宫就会被掀露出来 并且逃离我们 凡留下来舍命包覆羊群的 就是真目人 求神开我们的眼睛 赐给我们智慧 可以分辨来自撒旦的诡计 我们对照以色拉的第三个使命 奉命献祭 我们看到献祭的最终指向 是耶稣基督为所有属灵的十二个支派 将自己献上 也就是作为所有天国的子民的代数 若没有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 所有一切的献祭都是枉然 根据立位纪六章二十六节记载 献赎罪祭的祭司要吃赎罪祭生的肉 可见用来赎罪的祭生不需要全部分烧 会将部分的祭物留给祭司 但在这里特别提到 这都是向耶和华焚献的 表明以色拉以及归回的人 将所现的祭生在祭坛上完全焚烧 没有留下任何祭物给献祭的祭司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献上完全的祭 从此我们新约的儿女 不需要在献上看得见的流洋等祭物 但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 所以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样说来 我们要将自己当作活祭 完全献上 也就是说 自从主耶稣将我们从最终赎买回来以后 我们的生命就不再属于我们 乃是属于我们的主 既然我们的全人都是属于主 那么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金钱等等一切都是属于他 当我们要使用我们自己的时间 我们自己的金钱的时候 我们要问问主的意思如何 当我们决定是否继续委身在这间教会 是否继续服侍弟兄姊妹 我们要问一问主的带领是怎样的 我们只有这样常常操练 凡事寻求神的旨意 我们的生命才会习恋的通达 若是出于神的旨意 他必亲自成全 阿们 对照以色拉的第四个使命传达御子 我们看到是神使那些收到御子的波斯官员 按照御子而行 而不是从中阻挠 对比以色拉记第四章所记载的那些 和西省长和书记上本咒告亚大学习王 用势力强迫以色列人停止 建造城墙 到后来亚大学习王委任尼西米 为犹大帝的神长 带领以色列人重建城墙 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王 对以色列人重建城墙 所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这一切都是出于神 神许可仇敌拦阻圣殿的重建 以及拦阻城墙的重建 来试念以色列人 看他们是否寻求神 向神忠心 到了时候 神改变一切的环境 使得圣殿和城墙的重建 得以顺利完成 我们今天身在身处在逼迫当中 我们当知道 这也是神在试念我们 看我们是否寻求祂 依靠祂 向祂忠心 到了时候 这一切逼迫的环境 终将过去 我们又可以自由地敬拜 自由地聚集 自由地传福音 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日子 是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知道 神知道 就像一块石头 被雕刻成一个艺术品 当雕刻成那的时候 将人就会放下他手中的工具 将雕刻成的艺术品 向人展示 但是却将雕刻用的工具 收藏起来 当我们的生命被雕刻成了 神所喜悦的样式 同样 外在逼迫的工具 就会被神所撇弃 这样 我们每个人更应该注重 我们内在生命的成长 借着每天的读经祷告 来亲近神 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里面的生命 而不是将希望寄托在外部形式的变化 不要寄希望于中美关系的变化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依靠神的恩典 在艰难的日子 持守我们的信仰 我们最后以一个故事来结束今天的正道 赫兰小说密室的作者 彭克利和他的父亲 哥哥姐姐 因为在二战期间 营救被纳粹 追捕的犹太人 而被捕入狱 入狱 在狱中的时候 他和姐姐看到两个意象 第一个意象是在赫兰 他们会有一大栋房子 地板是嵌发的木料铺层 墙上有人像 房子中间有一个螺旋式的大楼梯 还有花园 房子四周 全是花园 这栋房子要用来接待那些在集中营 饱受创伤的人 直到他们有能力重新回到正常的世界 去生活 他们看到的第二个意象是在德国 有一个集中营被改造成为收容 那些被仇恨与暴力的哲学 所摧毁的人 可以来到这里学习 另外一种的人生哲学 在那里 再没有高墙 没有装着导钩的铁丝网 灰色的银房被刷成绿色 房间的每个窗口都有盆栽 人们可以望着植物生长 从发费中学习爱 1945年元旦 彭克利获得释放 他开始在教堂里分享在监狱中看到的意象 在赫兰设立一个疗养院 让那些心灵受到创伤的人来休息 如何学习如何重新投入到设备当中 而不再惧怕 一次在他分享这个意象之后 有一个贵妇人 起来对他说 愿意将自己在郊野的大庄园开放作为疗养院 据说那是赫兰最美的房子之一 一栋有56个房间的大厦 坐落在一片极大的草坪当中 房子里面的装饰就如同他在监狱中所看到的意象一样 不久之后 一个救济机构的负责人来看望彭克利 说他们在德国找到一个废弃的集中营 刚刚由政府批准使用 可以作为帮助人康复的场所 当彭克利来到这间集中营的时候 所看到的与他在狱中所看到的意象是一模一样 他告诉工人 在每个窗口安装一个重发的木箱子 拆下铁丝网 将银房刷成绿色 好像初春时节万物生长的那个颜色 最令人惊奇的是 当彭克利在1959年 也就是说他被释放后14年 重返当初关押他的集中营 为的是纪念他姐姐和死在那里的九万六千名妇女 在那里他发现自己被释放 原来是集中营里面的书记犯下的一个错误所导致的 就在他被释放的一周 与他同龄的所有妇女都被送往集中营的毒气室 读到这里 我只能相信 彭克利的这个被错误释放 是我们神施恩的手在保守看顾他 阿们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看见你 是你亲自在引领你儿女们一生的道路 你在以色拉那个时代将特殊的使命交托给你一群忠心的仆人 并且你也亲自成就了这事 在二战期间你将异象吃给彭克利 借着你忠心的使女成就你的心意 帮助那些心灵受伤的人 如今求你是我们每一个你的儿女 知道你在这个时代所要托付我们的使命 使我们不仅知道使命 我们也能够肩负使命 更能够靠住前行 求大人的圣灵与我们同在 使我们能够在逼迫当中继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你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兼顾我们 也愿你的恩典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 可以临到那些还在黑暗之中的亲人朋友和灵舍 特别是那些逼迫我们的人 求你垂听你恩典们的祷告 我们这样同心祈求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